哦 胖子哥前面了 王子穿过去了 王子在前面 哇 那这波 但是炎夜又把毒药赏下来了 这波胖子感觉有可能会把这个 用的功能直接给垂掉 一下 哇 两下 一百三下直接带走 用的好就非常非常好 对 黄岩野猪和神灵游侠是一个很完美的体系 就是骗法术 进攻 防守 消耗完美 就是他如果有这两张牌的一个五星图的话 相信是很完美的 看一下 个人 套路持久 他们一个个人的单盘的翻盘概率 两边其实2%的差距也算不了特别多了 好 黄岩野这一盘是用了一个三枪柱 这边加一个王子 王子能带得多的去了嘞 这个用胖弓来防守正好走到塔前 两哥有点像个胖子 就是那个胖子加上胖弓的那个 双胖弓那一套 哦 双网 应该是那个双胖 双胖的变体版 但他这个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他具体怎么处理吧 嗯 引人 这一套牌 就炎夜现在用的这套牌 是他个人非常熟练的 可以说在他个人熟练排完榜里面能够排前三的 但他这边的话也是 亏了一部小节奏 是用一个这个 幽灵去防啊 嗯 这也是要被这个王子戳掉的 王子下面的话 我直接是桥头顶棒的 这波很凶 很有机会 呃 炎夜 炎夜 他这一套牌就是解决 就是 就是胖子后面如果跟上后排 他这套牌是有点难解的 嗯 嗯 因为他之前那个 小便是用来解后排 对 他其实这波解的挺亏的 啊 幽灵没有打到 那这个猎人 感觉碰到塔了 哎 这一波 穿到矿工以后能够挖挺多血的 嗯 因为这波是有一个这个黑王的反场的 所以要用矿工来这个 跟进一波是没有机会 而是没有这个无靠飞的 是可以抢一波节奏的 对 但是这一波还是要看三枪的运营了 火球 火球没费 有没有 啊 你说就是猪的火球 对对猪的火球 猪的火球还可以 这一波直接是把左路砸到 这还有一枪呢 这边应该是忍着 利昂哥冷忍着这一波 然后就是开始去队 对猪王加上胖子的一个组合 有没有小 电电一下 这个小骷髅位置下得很雕端 是直接拉扯住了这个 猪王的一个步伐 对 下一波如果出猪的话 利昂哥应该左路是要直接告破的 嗯 对 利昂哥 没法省 利昂哥这个猪王胖 应该是有猜想到 炎夜的会起一个三枪猪 因为把神牛虾搬掉的话 能够出野猪的牌 其实并不是很多了 是 基本上就是这一套 他这套的话其实比较难用的是这个矿工 因为他矿工的话 呃 这这场当中他没有太好的去接后排的一个方式 而且 炎夜这个小骷髅用得太好了 是 他是直接能够把这个 呃 王子拉回头 然后让胖子和王子 形成一段距离 然后在中间垫一个冰人 炎夜这个人的细节真的是强 做得非常 呃 吸收伤害 就是打出伤害 然后用这个猪局打 还是那样不错的 而且因为在我看来 利昂哥搬掉神牛虾 应该是有考虑到 炎夜 还是会打猪这一套 呃这个三枪猪的 但是感觉 这一套王子 还是有一些些的吃力 打这个 呃三枪猪的 怎么说呢 因为他是 胖子加双王 其实就很需要你的一个 革心进攻 然后你再加一手 胖弓 去做一个辅助的话 我觉得还是很难打出效果来的 呃 他的 带的时候呢 带了一个那个 小苍蝇 对 因为我们一般看的话 其实我觉得 利昂哥上一把的话 一样是我的话 我可能会考虑在 呃 右路去 他的这个视角上的 右路去打一个 这个矿工加上小苍蝇 嗯 去 稍微换一下 也是 小可以的 对 但是利昂哥这部的 这个 这场的结场还是很不错的 盐叶应该不会换牌的 因为这一套 确实他个人能 都在上一场就看得出来 熟练度很高 三枪桌 对 三枪桌 但是利昂哥这要考虑了 其实打三枪可以拿三法术的那一套胖子 我觉得打三枪还可以 嗯 看一下利昂哥有没有带 盐叶这里不出牌 这个考虑应该还是 要么是卡续不好啊 第一波没办法分出 要么就是 呃 有换到一套石头 但其实飓风被搬掉的话 石头人现在比较好针对 好 盐叶换皮卡锤子了 但是利昂哥似乎是没有换的 那如果皮卡锤子打这套胖子双王 这个方法优势有点大的 哦 他还是杀这个来 来跑这个王子的吗 这个感觉没有太大的一个比较 呃 费用就一倍的差距 嗯 再看一下盐叶她的这个理解吧 他现在皮卡肯定是捏在手里 看这个时候沉不沉 越昂哥这里应该胖子是不敢沉的 看到这个换字 我觉得他应该能猜个八九十啊 对面应该是一个皮卡锤 皮卡锤 或者是个皮卡三冲 对的 利昂哥现在 如果说没有换牌的话 这一套牌有点难倒 嗯 因为他的这个胖子会吃到皮卡的同时啊 然后后面的双王会被无限的拉扯 因为换次这样牌本来就是很克双王子的一个重锋的 然后还有一些像 呃 能够垫在后面里 包括垫法这样的牌也能打断王子的重锋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连夜目前来讲 要么是没有摸到皮卡锤 这个锤子是骗到了对方下排 然后这个毒药是直接能够抓到对方的两张单位 这个幽灵一刀这个王子就被逮了 那么 这波幽灵还要防 现在局势对于量子来讲不容易乐观啊 皮卡锤都可以不用出 因为如果胖子出来皮卡锤可以不用出的 哇这个火球还失误了 这个失误有点太严重了 知道你火球失误的同时直接顶上了皮卡 后面跟上了公众锤 这波胖子拉扯 但是有一点点的徒劳啊 因为这个公众锤是撞到了右路的公众塔 然后还让左路能够囤到很多的一个费用 嗯 而且刚才那波火球可以说是致命的一个失误 而且换次还能够挡掉王子的一个冲锋 嗯 这波反顶一手 场上的两冲牌都在 刺客直接顶掉了黑王的盾以后 有一个黄包锁塔砍到一下 这个很关键 刺客再次冲撞 右路公众塔许量只剩811点 对的 还是很难受的 然后 炎烨现在只需要持续给压力就行 你看 现在就直接桥头下牌啊 因为他那个单张卡牌的质量都很好 对的 对的 都是需要你 需要大张的程度去解的 这一场胖子费后的后排是冲不起来的 我是觉得力量哥前两版的那个火球 弄得太不离 工程锤 来了 然后这个时候毒药跟不跟 毒药没废 三废四废 这波如果毒药跟出来的话 血量又接近一个斩杀线了 还好的是好消息是 插天边又没有小剑是让这个没有穿起来 啊对 那行吧 那么这一套感觉打到现在营业的优势 已经可以说累积到很高的一个程度 皮卡可以可以考虑沉一下啊 这个沉电法也可以 然后胖子顶上 两个的很大的一个机会 看一下皮卡顶到了 这波后排是要吃火球的 果然是一个火球加电 加小电视解决掉了这个反射电法 是 炎夜把炎夜这波把毒药留住了很关键 因为这个毒药是他这波进攻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 这个皇子要挡啊 是 这个皇子怎么用皇宫来挡啊 你看炎夜这个毒药交得很舒服 这波是直接毒掉了对方很多单位的同时 黑王也可以不用不用排序解了 现在炎夜的排序对的非常理想 皮卡对上胖子的同时 刺客又能对上王子 幽灵还能偷 这波沉底的胖子 沉底的胖子 沉底的胖子是要配丹黄去打的呀 嗯 好 胖子了前面了 呃 王子穿过去了 哇 那这波 但是炎夜又把毒药省下来了 这波胖子感觉有可能会把这个右路攻击 直接给垂掉 一下 哇 两下一百三下直接带走 呃 我觉得他这个沉底的胖才是相当相当关键的 炎夜 炎夜有点失误 炎夜拿 关键是亏的不是费用 更亏的是你的卡 是你的这个胖子这种进攻步伐没有的 对 玩胖子一般都会要多少对费用有一些概念 就彼此的费差有一些概念 然后一边来计算一下风险 对 然后就是他最后几波的话 就没有执着于用矿工去进行一个抽水 而是选择用矿工先防 然后走出一波怼一波的机会 对 炎夜是换回了第一套 有这个这个心肌筒啊 好 那这边感觉 呃炎夜如果 炎夜现在要看他想打哪个路了 炎夜应该要打左路的 因为他右路的血量不是很多 烈亮哥现在就一定要咬住不放 不能让炎夜在 呃 就是能够有有有口气去给左路压力 保住了一个小妹 嗯 对到的是猎人 那么砍出一刀 砍出来一刀 你看这个小妹这个输出 对 小妹这个输出真的厉害呀 是不是这个爹人就没了 这一套 这一套 利安哥这一套算是自己的招牌之一啊 嗯 嗯 就是这种飞桶啊 加上这个王子绿团伙的 嗯 这一波直接一顿猛换 哇 这个王子戳了一下猪屁股 嗯 那这个这个只能放血给他 对 我一杀 嗯 但是 其实 到了双倍的话 三枪的节奏还是更容易长一些 嗯 因为 颜叶这套猪肯定是要带滚木的 还好有幽灵 要不然 如果手里只有猎人的话 这波公主 接起来就太亏了 诶 但这波 锁到塔了 三刀 哇 847的血量 那么其实对于利安哥这一套牌来讲 血是卖不得的 哇 这波颜叶的反应 你看颜叶其实对小骷髅的一些运用还是很成熟的 嗯 嗯 滚木 来了 哎 卖了直接 直接打残局 啊 不打残局 那这个滚不滚的 有些卖 但是 怎么说 还是看两边的一些进攻核心 能不能被防住吧 我觉得利安哥要赢了呀 利安哥393血 其实一个火球加滚木还不够 是不够 但是 看他下一波怎么去打就好了 哎 这个火球没有打到两枪路 这个公主被解掉了 是的 滚木过出来了 滚木过出来了 那 啊 出来了 出来了 那这个两枪保住了 两枪保住了 两枪 能开出几枪很关键 幽灵隐身了 锁塔 时间还剩下17秒钟 有没有火球 有没有火球啊 人家带着什么法术啊 还有一张 应该是斩杀了 斩杀了 要不然他不会犯路的 应该是斩杀了 然后直接躲过跟两枪 哇 利安哥这个火球是一个大伏笔啊 这个火球斩杀了 但是这个四肺交掉以后 直接顶上公主 他还是有机会的 利良哥 反弹的机会的 对的 利良哥还是存在着 这个火球还是有一些存在失误的 有火墓 各位 野猪抢血抢不过飞丛啊 飞丛来的伤害实打实的 野猪一下一下拱有点太慢了 利安哥这边好笑 直接抢血 直接用这个来抢 这波感觉滚不滚掉以后 跟不上牌了主要是 两边其实都很难跟牌 现在牌序都被打乱了 是的 这边的话还剩821血 这个三枪其实现在最难说的 就是三枪现在只能从这个中置嘛 中置肯定是要吃一个火球的 对 你从哪边下都不是这个三枪 别人这一下啊 野猪现在 就是他现在有一种在被迫 要罚手的感觉 但是其实 利安哥这波进攻核心太多了 还有一个王子 有个公主 还有个飞桶 就是他这个公主呢 就是用来骗那个滚步的 这波飞桶来了 没有没有办法解了 飞桶砍到192血 一个火球直接斩上 恭喜利良哥 3比0 那么这场比赛 也是 不过 还有我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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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